你绝对想不到当流行歌被交响乐演奏后 竟然成为了国家专属BGM 凤凰传奇的歌下到广场舞 上等到交响乐 由中国爱约乐团演奏的月亮之上 瞬间让这首歌曲风突变 生华的大气磅礴 国家航天局闻着味儿就来了 把这首广汉宫破阵曲 用成了飞船专用BGM 这个交响乐团就是国际首席爱乐乐团 照理今年的巡演就花重金 请来了爱乐乐团一起演出 从前不知道旋律简单的民谣 加上辉煌的伴奏竟也能这么配 当笛子声响起的那一刻 再硬的心也得累他当场啊 就问贵阳交响乐团的精神状态 能够多超前 表演时 现场突然演奏了五月天的恋爱IMG 当严肃的交响乐 碰到了节奏轻快的歌 仿佛从一个艺术殿堂 进入了迪士尼的梦幻乐园 让人快乐加倍 这场表演后来还得到了 原唱阿新的认可 五月天 这个节奏 知道吗 变爱IMG 怪不得交响乐 越听越温暖 这跟演奏的人也脱不开关系 当台下的小朋友大喊 希望能听到不拥者的演奏 全场的大人都在嘲笑他的想法 台上的表演者却已经偷偷换了旋律 就为了守护小朋友的愿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怪不得都说 最炫民屠风的交响乐 使之解放神曲 连指挥都忍不住跳了起来 当草原神曲策马奔腾被改变以后 音乐一响 仿佛看到了千军万马向我们来 如果说原版的荷塘约瑟唱的是小情小爱 那这一版的荷塘约瑟就演奏出了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的大气感 直接进程成了国乐了 所以《凤凰传奇》从来都不是歌儿图 又能跳广场舞 又能演奏交响乐 这才是真正的亚俗工赏吧 大家好,我是小熊 如果说中国人有一段刻进DNA里的旋律 出了国歌 那肯定就是这首我的祖国了 无论身在何处 每每身边想起 那都是满满的自豪感 就在一场英国的BBC音乐会上 现场乐团就演奏起了咱们的第二国歌 我的祖国 估计连指挥官都没想到 这前奏一响 台下的华人听中经全程大合唱 让专业乐团一向子沦为伴奏 在北京机场的一场英国 新年快唱活动中 中国爱乐团就演奏起了 我和我的祖国 仅仅是乐器的演奏 就已经足够震撼人心 更别提加上全体华人的大合唱了 这浓厚的爱国氛围 可是吸引出不少路过的老外 就连在屏幕外的我 都不自觉地跟着唱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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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索纳虽然是从外国演进来的 但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 已经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乐器 所以当索纳大师郭雅志 在美国的街头吹响白鸟巢风时 台下的老外是掌声如潮啊 这场面根本就控制不住 别说他们连我都傻眼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当乐器大佬们扮猪吃老虎 以为是个普通人 没想到竟然是王者中的王者 乱谈乱谈谈 国内的乐器大佬方锦龙 在景区旅游时偶然碰到一台鼓声 他嘴上说着不会弹 手却像找到归宿一样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旁边的游客都惊呆了 怪不得网友们说 方锦龙哪里是不会弹 而是没有不会弹的乐器吧 我跟你讲这就是不平凡 真的真的 他看起来不像弹钢琴的人吧 却坐在那边 你看十来分钟 帮你弹了好几首歌曲 而这个被周杰伦看中的男人 名叫观大咒 一开始他只是在台下的小角落里 毫无灵魂地弹着钢琴 直到被周杰伦点评 才知道他居然是位作曲大师 创作的国风音乐 成为了央视的御用曲目 这位外媒小哥跟电竹打赌 如果他会弹 就把钢琴送给他 当全场都在嘲笑他自不量力时 他却丝滑地弹出了一段钢琴曲 还不忘挑衅老板 直到视频发到网上 才有同学认领 他就是四川音乐学院的音乐老师 而在国外 扮猪吃老虎的例子也不少 这部意大利著名钢琴家 罗伯特巴乔 也曾经加班流浪汉 在机场演奏了一首之爱丽丝 引起了不少路人的驻足观看 纷纷确认是不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 音乐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出手就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神秘的东方力量 这位小妹妹名叫陈一庙 别看年纪才18岁 却是陈是二胡的第三代传人 她的爷爷就是二胡名曲战马奔腾的创作者 可以说是跟这个描红了 而今年她更是登上了国际舞台 来了一段别看顺面的二胡脱口秀 一番劝迹可是让老外都开了眼 音乐无国界 小熊带你听世界 点个音乐不迷路